台南大新亞地区南民立多新公園地下停車場 在高通教科委員英文的唱項 台灣國際開發修業宇航公司的努力之下 二十六年後來經驗完成 我們在市長高通教長歐明迪以及各自民意代表 都來出席鼓勵這個起用意識 新西東 綠多新工人停車場充電再出發 我們從廠商經營的回饋金裡面提拨三百萬元來 進行整場的優化 場地的優化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裡不僅動線變得更順暢 然後這個區域變得更明亮 減少這種治安的死角發生 而且在295個停車位裡面又新設了12個電動車的充電樁 然後對於無線網路在停車場的無線網路 不會講電話講到一半就斷電 這個部分也是蠻方便的 總之停車場的優化是提供大型地區 以及來南營運綠都心來洽工或者是來自休閒的民眾 或是參加文化中心活動的民眾 有更好的停車空間 更安全的停車動線 更方便的無線網路 以及對電動車友善的這個充電樁 我們這部分還會持續大家的優化 國統局局長歐明治也來表示 因為未來的電動車發展 國統局中周部在公佈停車場來設置充電樁 我們立度先公佈地下停車場 先為啟發地區最重要推動的停車店 超前來博修建築自己做的充電樁 占停車場來總結合五趴 未來總提供每度七戶的充電給母 可以來服務生涯減水地區或是來南市洽工 路由的電動車主 搭著行為電動車優勝的車期